瘦侯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旅行博主 当年20岁的他用打工挣的钱 买了一辆面包车进葬旅行 他想在30岁之前多给自己一些自由 不想那么早挤入社会竞争浪潮 他年轻的心里只想着诗和远方 追寻着梦想和自己觉得美好的一切 瘦侯做自媒体很用功 他旅途中的视频拍得气势磅礴 显向还生 突出一个显字如大片一般 他作品的精益求精 让他成为成功的旅行博主 瘦侯虽然年龄不大 四年的自驾游走南闯北 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边的世界有时候也很无奈 瘦侯在旅途中读懂了生活 却依然热爱生活 看穿了所有却依然向往美好 无论生活好与坏 每一天都是永远乐观自信 永远积极向上 他自驾环球旅行签证到期 只好把车丢在塞尔维亚 坐飞机回中国办理签证 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等待去瑞士的深根签 结果没有通过 只好重新申请别的国家的签证 在家里这些天 他重新思考了人生和将来的规划 他不喜欢城市的热闹 想在农村买个小院过田园生活 于是他花了十万元钱 买下农村四间旧房子 用青春去旅行的寿侯 如今回归乡村改造农家小院 打造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寿侯19岁高中毕业 他喜欢运动和健身 就做了一年的健身教练 因为他喜欢总是站在自已的热爱里 寻找属于自已的那旅光 20岁那年他买了一辆面包车 开始进藏自驾游 自驾游这几年他换了好几辆车 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寿侯还担任单车自驾环球旅行 他顺利地旅行了六个国家 因为自驾游签证到期 他在塞尔维亚不得不停止旅行 寿侯很幸运在塞尔维亚机场附近 他得到了中国同胞的帮助 一位在塞尔维亚开超市的中国老板 答应他把车停在超市门口的车位上 寿侯把车安顿好后 就坐飞机回中国办理签证 寿侯回到国内重新申请了签证 他没有想到深根签拒签 价值30多万的汽车还在塞尔维亚 他准备重新申请其他的国家 在重新办理签证期间 有位杭州的老板想去欧洲自驾游 他本来想开着自己的车去欧洲游玩 但是了解到要经过很多国家比较麻烦 正好寿侯的车就在欧洲 他在网上和寿侯商量了一下 他可以开寿侯的车 自驾游欧洲一圈再把车子开到沿海的国家 然后就方便拖运回来 寿侯感觉这个办法不错 两个人一拍即合 杭州老板怕寿侯有顾虑 就从杭州专门开车来到河南商丘寿侯的家乡 杭州老板准备从中国飞到法国巴黎 然后再到塞尔维亚开上寿侯的车在欧洲玩一圈 最后停在港口多的国家 把汽车发海运回国 互联网真是太强大了 寿侯真是遇到了贵人 汽车的事情有了着落 寿侯就安下行开始打造他花十万元买的农家小院 这个农家小院其实只有破旧的四间瓦房 十几年没有人居住 但是占地面积有一亩土地还有一片核桃林 寿侯准备花五万元钱 把他打造成一个漂亮的市外桃源 为了节省财力寿侯全家总动员 父母舅舅表哥表弟表妹其上阵 他们先平整好院子清理完院子里的旧垃圾 扒掉一推就倒的厨房 利用旧砖头重新盖了洗澡间和卫生间 寿侯的舅舅智慧能干 不仅是村子里的农业大户和养殖大户 还是改造旧房子的一把好手 村子里差不多人去楼空 许多村民们外出打工 只有春节才回来 寿侯深有感触 大多数人从农村飘往城市 用自己的汗水盖成了高楼大厦 成就了城市的繁荣 谁又能知道在外漂泊是多么不容易啊 寿侯一家人非常的勤劳 母亲在外打工 父亲在家里务农 舅舅家承包了几十亩地 还有个养猪场 今年麦子出芽了减少了很多的收入 养猪场的猪卖不上价钱 幸亏十斤亩大蒜喜活丰收 今年收入持平没有亏本 舅舅聪明有手艺 属于在哪里都能混得不错的人 舅舅一边干活一边告诉寿侯 没啥事事大事 身体健康父母平安就是最大的事 一个农民从劳作中获得的生活哲理 道理虽简单却耐人寻味 其实留守在农村的人虽苦些累些 但是留在家乡守住自己的家园 守住青山绿水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寿侯已经领悟到了这种幸福 这个有理想的小伙子 有诗有梦有远方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直努力奋斗着 一直旅行在路上 现在寿侯已静下了心 终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他在创建美好的家园中 认真思考着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生活不易一定要站在自已的热爱里 寻找属于自已的那旅光 加油吧 年轻人 坚定理想信念不负青春韶华 砥砺前行 了解的话